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好让佑婷站起来一下 秀一秀 为了我们的台庆吗 秀什么呢 到底是对我是称赞还是什么 这个和尚是真合作还是假服务 秀他那个腿啊 但你穿着 哦 那袜子 准确的说袜子就很有线条 就是我们就说要有一点这个欢庆的气氛 对吧 因为我们快台庆了 如果你刚从台湾回来 看太多台湾美女了 这个就拐好几个弯呢 因为3月31号 凤凰这不又台庆了吗 我一听到台庆就肚子疼 这一年都吃得大家拉了 但你每年你每年都得很肚子疼 这个笑的肚子疼 对吧 这个我们这个台庆啊 同时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也是B节目 这个《枪枪三言行》开播14周年 就是到331吗 就开播14周年 你要请吃饭吗 不是 我请吃饭 我没有给观众 所以说呢 我就说 为了庆祝枪枪三言行 14周年 是 我跟这个文道呢 就去台湾玩一趟 自肥 自肥 对啊 我们就是推出 为了庆祝枪枪三言行 开播14周年 我们推出大型立体外景 枪枪三言行节目到台湾 名字叫到台湾玩一趟 我们这个要给大家 我跟文道已经回来了 对吧 对 我们现在香港很明显 很明显 已经回来了 你新回来没 新还在美丽的台湾 而且我们要向诸位观众们 这个预告 我们会在三月的这个下旬 正式推出 这个一连十几 也可能是二十几 也可能是三十几 谁知道 对 反正拍了很多内容 我们会这个一切的播出很多 给大家这个看 那么呢 这个 主要是我们两个在台湾 循环作乐 对 双文自肥记录 本来他要去的 还说了 我现在不平衡 对 还恐怕不太好吧 跟着咱们那些地方 他领 他本来要领咱们呢 去他成长的那个中学 台湾著名的北一女中 是 听说这个中学是以出美女 还是以出丑女有名来的 我忘了 北女 北女 美女是吗 没有什么美女 因为那都是全台湾 念书最好的学生 女生 凡是念书好的女生 你见过有几个长得好的 哎 文道 你这个政治正确 这回不正确了 一向都是 我们在台湾一向评价的 他比较例外 所以我都觉得 听到他是北女 我觉得很惊讶 我们家一也是这个中学出来的 对 留级的吧 没有 所以 又婷也是因为预算的关系 没有去 穷啊 穷啊 我们这个节目 我期待15周年好了 14年真的 不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做的好 而是全世界 再没有第二个人 能够第二组人 能够用这么少的钱 这么简陋的条件 坚持14年 这是我的这个真心话 所以呢 为了庆祝这14周年 我跟文道到台湾玩一台 穷家 但是我们叫穷家富禄 对吧 到台湾 我们也是有赞助的 对吧 有人买机票 有人给酒店 虽然是基本上青年旅社 我们最后那天 被台湾观光局赞助 去了一家 处在红灯区 就林森北路 跟中山北路 六条通一带的 你知道吧 那些地方的 一个青年旅社 那个青年旅社 就是你这个旅行箱打开 你就没位置放 但重点实在不是那个酒店 而是酒店周遭的环境 我那天晚上 你 我们不是在电梯碰爆吗 我们两个都刚刚回来 对 我下去 刚从哪里回来 对 我们都从附近回来 你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就附近 我看到好多这个女生啊 对啊 都穿着很短的裙子 然后站在这个门口 就欢送一些客人 那些客人 我就看了好几个 那些每个客人 出来的动作都一样 我跟你讲 是怎样 出来 周围看一看 走几步路 电话拿起来 马上打 哈哈哈哈 我刚才在开会 刚刚开完 手机信号不通 是吧 对对对 喜欢那个区域吧 那观光局非常了解 两位男性的虚实 对 这个 当然 我们这不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我们的主攻方向 还是美丽的台湾 我跟你讲啊 他们拍了很多这个画面 到时候 我们会在三月下旬 这个一连播出的200集的这个台湾型节目里给大家播出啊 但是我先可以用我的手机iPhone4啊 呃给你看几张 因为因为我不是手机也能拍吗 对对对对 可以 又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家乡 哇 你看 这我们在宜兰 你见过这样的枪枪三人行吗 你真坐在沙滩上 背后就是宜兰著名的龟宫岛啊 龟山 龟山 龟山岛 而且出现了含有的天象 而不是含有 就是经典的景点 叫做龟山戴帽 嗯 这个上面有一层云龟山戴着帽子 我们就这样啊 天当房地当炕 对我们三个人坐在三张椅子 你再看下边 哎 这个 哎呦 这是哪儿 这是田园风光 台湾农民的这个生态 生态旅游农业 你看这个田园风光啊 你再看下边 哎呦 这个田园风光 农民们呢 现在都不种地了 他们让客人们种地 让他们体验田园 农家乐 对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也是宜兰的一些乡居吧 你看 这个咱们正赶上阴天 但是我喜欢台湾的阴天 你看 这是文道预定好 要出家的地方 这你们讲的 这是我们台湾的朋友 舒国志大哥 说这次我也给文道 找好了出家的地方 白云深处啊 是修行人的道场 对 它下面其实是一个寺院 对 一个很精进的修行 对 文道的形容 那天我们看到这个景观 像个山门 对吧 来 你再看下边 哎 这也是山门对面的一块 大石头啊 远处就是海啊 太平洋啊 这是台东啊 台东 你看太平洋 其实 台东的海 有个特点 我觉得就是 你觉得它很远 对吗 实际上就在脚边 非常近 但是你看 又像是海市渗楼 你再看下边 哎 这就是这个民宿 对 你可以到这去住 对 非常便宜 其实 但后面的山很好 山很好 这山是假的 对对对 这就是这个地名 叫三间屋嘛 这就是三间屋 其中的一间 你再看下边 啊 哇 这个是在哪里 这是我们住的民宿啊 民宿门口啊 文道在这吃早餐啊 好这带的风情 往外面一看 就是这个景象 日出的时候啊 日出的时候 美吧 这太美了 这太美了 对 你看 这是阿美族的这个 这个中餐 阿美族吃像日本料理一样 对 它就是创意料理 创意料理 阿美族的 文涛形容它是裸男 对裸男 那个厨师 一年有七个月 不穿衣服 不穿上身 不穿上身 健美的不得了啊 你知道吗 哎呦 你看这个地方 水稻田 水稻田 这就是台湾著名的池上米 池上这个地方出产的米 天哪 这个米太好吃了 很粘性很够 哎 你看看 所以呢 越处的池上 池上 就是你看远处的这个远向 我们在池上米啊 还偶遇林怀民 他们说电视啊 都拍不到这么真 你都以为我们骗人的 林怀民是我偶像 你知道我有一次在北京看到他 他是我 因为我小时候在云门舞级学跳舞 真的啊 对 所以他是我的舞蹈启蒙老师 在那边学了五年的芭蕾舞 嗯 然后所以我看他就像看到那种 而且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每一场剧 我们学校都规定要看了哦 但我们自己也是去看 他对我来说就像 就像一个很亲切的 你说我们 对啊 是爸爸啊 神 就是他就觉得 我觉得他被照 帮他照顾那种感觉 然后他那么爱台湾 所以我有一次在北京的 一个芭蕾舞的国际比赛上的后台看到他 因为我是主持人 他就只是跟我讲说 Good job 就是你做得好 做得好 眼泪就掉下来 真的 真的 我看到他有一种感动 对 他没跟我说这个 他当然忘记我 但是 我来说他意义重大 其实眼光挺毒的 我们就是在台北 在台北遇到他并不奇怪 是咯 怎么会在台湾的郊野 而且是在田边 在道田边 道田边 我们正在拍啊 他也坐一辆车下来 然后他给他身边的摄影师说啊 说那两辆车啊 肯定是路客 说我们是路客 那摄影师说你怎么知道 他看他们这个这个神态 还是什么哪啊 过去一看 原来林怀民 就就碰到根文道 原来也认识吗 对 我是想说啊 这个林怀民到那里去看 他是准备 还有一个新的作品吧 他用这个 持上米的稻田 做这个背景 他们原本40周年的这个 对 他以前不是做过一个 就是一个僧人 然后几 人望者之歌 就是几顿的稻米 从他的这个身上 这个下来 你看真是一个粉丝啊 他还提到这个事 而且 要说这个话题 就从这儿而出 他这个跟我们呢 倒是没讲什么舞蹈 我觉得呢 就是眉梢眼角 掩不住的风情啊 就是林怀民啊 他歌颂这个农民 他就说啊 说你看看啊 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然后啊 就跟着他去看 有一个牌子 说这个稻米 获得什么什么金奖 获得什么什么银奖 这农民把荣誉啊 写在牌子上 插在那个前边 他说这里的农民呢 你不要以为是没有文化的 嗯 就是好像咱们以为很落后的 他不是 很多是大都市里 嗯 所以我说叫台湾 陶渊明嘛 自愿回来 就是说 他就说这里农民 就这种自豪 荣誉 他爱这种田园风光 哎 就是 是吧 他其实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亚洲地区啊 可能像日本 有点 有点 然后世界上也有这个潮流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就慢时运动兴起的时候啊 很多新一代的年轻的都市成长 但是家里面 可能有块地的那些 都喜欢回农村了 因为他们会觉得 城市的生活压力太大 很紧张 不高兴 那种地的话 他们又是有学问 有教养的人 那重新回到农村呢 他们希望做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些人 在全球最近几年都很流行 有些新农村运动 这个新农村运动是干嘛呢 就这些年轻人回到农村 用现代知识 很科学的方法来种田 但是追求一种 非常高品质的农产品 那个东西一点都不便宜 种出来 要吃上米其实很贵 然后用那个去比赛 去得奖 然后他觉得 他种出来的东西 他当成是他的作品一样 来看待它 我想这也跟台湾的政策有关 因为台湾实在地太小 我们能马上美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 用大量的农产品 去用低的产品价格 去出口到其他国家 所以台湾已经就走精致农业 所以我们就是 希望用小的田 二根三根 让这个米呢 尽量能够达到产量之外 它又可以走得细致 所以再加上我们日本殖民的文化 像日本人很多人都跟台湾买 吃上米的 日本人吃米 吃寿司米 他们要粘度 所以那个粘系 怎么样到可以把这个寿司的肉啊 或者就是它里面的材料 包覆的完整什么的 这都是每一颗米的品种 我曾经到民家拉瓜去过 他们那边有大片大片的地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因为他们不会种 台湾农民 台湾的这个农业学家到那边去 光米 摊开了一个块的标本 有十种 十几种光一款 所以他们每年都要调一次 它的这个品种 直到最好再把它留下来 所以这是好几十年的一种经验的 对 而且那的农民跟你一样啊 就问他 你知道 你知道林怀明是谁吗 知道啊 大艺术家啊 我们就经常看他的这个演出啊 是吧 因为林怀明的作品很多都下乡去 他现在很多都是到户外 他会到一些偏远的地方 花莲啊 没错 或者是一些广场 台东这样子 所以他们才会 农民也都去看他的 所以你看就是 咱们就这个对比的讲啊 呃 袁隆平这两天也在呼吁呢 说是这个呃 给农民的大陆的农民收购粮食 这个粮价太低了 没错 他觉得农民种粮食 就是赚几块钱 所以就是就都没有人耕地了 就是农民太少了 对 可是你看啊 我在台湾碰到的那个农民 他都已经到什么程度 他说我种农产品呢 这个橘子几年前是这么多钱 几年后我发现还是这么多钱 所以我现在就想着 转型 我还真不种了 或者说我还种 但是让城里人他们自个来摘 我给他炒菜 他完全转型成这种 观光农业 观光的 他会把行销放进来 农家乐 对不对 咱们先去广告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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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当然了 我们也得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人呢 有一种心情 就是触景生情 到了那儿啊 空气又好 又漂亮 这山美水美 人更美 是吧 就是我们呢 就是老说台湾的这个好 但是呢 咱干传媒干这么多年 我未免也会有点小心眼 我说这玩意播出去 他们那有些人不又得说 你们干嘛说台湾好 老说台湾好 那就是我们大陆不好 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为了揪揪片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 正式播出之前呢 今天咱们先说一集台湾坏 消毒 这叫消毒 平衡了嘛 平衡了嘛 台湾哪里坏 台湾既是一个好地方 但也是一个坏地方 这咱就找着感觉了 哪里坏 我告诉你 我在台湾电视的截屏上 看到拍下来了 你看看你们最近出什么事了 叫什么 鸡飞牛跳猪暴走 什么 马政府全员逃走中 台湾的这么的节目 这就反映了最近台湾在闹什么事呢 美牛 对 瘦肉惊 然后那个猪农也上街 闹事了 然后又出现了禽流感 几万只几万只 他人要吃素了 扑杀这个 对啊 扑杀这个鸡 所以鸡飞 狗跳 牛暴走 什么的 而且他们还有个口号叫做 竞选之前马总统 叫马英九 竞选之后 儿皇帝 对对对 所以你看 又婷 我通过这个事啊 我还发现了 过去 我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嗯 我以为瘦肉惊不是不好吗 咱们大陆不一直说 他加瘦肉惊 可是在美国竟然是可以的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卫生条例一项是这样 就是说 瘦肉惊 它在国际的卫生条例 它是零到 例如说2pp 比 多少 5的一个范围 就是你要完全的没有零忍受度 你还是说你给他一个范围 在国际上其实还有个范围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 台湾一向都是从严把关 因为台湾的媒体 就是挟着 就是你把不打民众当健康当回事的时候 大家就一遇零 所以台湾已经吃不到大闸蟹 因为内地的大闸蟹 以前大量进来 我们都会难免验到一些些禁药的成分 就算是在可允许的范围 但是媒体一炒作 卫生单位受不了 说好那干脆不要吃了吧 所以大家现在吃不到大闸蟹 没办法合法进口 因为大闸蟹里面都含有一些的激素 有一些药的成分 所以这个东西就过不了台湾的法律 我们都用病人要喂大闸蟹 是过不了台湾的法律 但在国际上这可不可以吃 可以可以忍受的范围 可以 所以这就是在这个 怎么去教导民众 你要从零忍受度变到有那么一点点 我还看了台湾报纸 讲这个瘦手精 好像叫莱克多巴胺 是 有成分叫莱克多巴胺 现在台湾天天 我在电视上吵这个事 吵得一塌糊涂 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台湾有一个医院的副院长 那天说拿出来了 说欧盟 欧洲有一个研究 其中一项研究 发现 这个莱克多巴胺 会让高丸缩小 是什么动物的高丸缩小 我忘了 反正他就说这个玩意儿 可能有点问题 可是我一开始讲 我说台湾这么屈辱 难道说美国强买强卖吗 对吧 有些台湾人是这么看的 说你看美国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 卖军火 什么要保护台湾 保护台湾 年年卖军火 让台湾花那么多钱去买 这样是保护费 对 然后就说 你必须弄这个瘦肉精 我们美国这个牛肉 你必须买 你不能这个设置关卡 有点欺负台湾人一样 可是 我又听另一派的台湾人讲啊 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他说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标明 就是你允许美国这个瘦肉精牛肉进来 你标明让台湾人选择吗 这是没有瘦肉精的 这是有的 你多一个选择 你愿意买 反正美国人也吃这个 你愿意买你就买 你不愿意买你不买吗 对 那时候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我们正好那天在台湾的时候 已经注意到 原来过去几年当瘦肉精 有瘦肉精的牛肉 是不准进口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偷偷渗进来 好几家大连锁店都在卖 这就标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 你到时候如果真的要标明 有一个系统的话 它不一定有效 它很有可能会有很多掩盖的方法 瞒天过海的方法 第二是什么呢 现在在国际贸易上面 你标明一个产品含有某些成分 有时候会惹官司的 尤其在世贸 当然台湾不在那个框架下 但在世贸的框架底下 你比如说我说明你某国进口的产品 含有什么什么成分 那个国家或者相关产业 能够告你歧视它的产品 你知道吗 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可以进到台湾里面以后 再去做标明 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 这个地方不愿意松口 卫生单会不敢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发觉一标明之后 原来没有零的 就像你已经说了 就发觉原来没有零售肉筋的产品 那这样民众的接受度上 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之下 他认为你就是让我们吃有毒的东西 有一点点我认为他就是有毒的 没有忍受的这个范围 所以他从头到 我看了这些媒体的操作以后 发觉马政府最还是问题 就是他软弱到 他想要面面讨好 一样到最后就面面不讨好 你想要买美国人帐 没办法 因为为什么美国人绑着美签 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 美国签证 美国签证要让你 让台湾人 免签 拿这个护照针进去 这么大的一个政机 是马英九说我上任以后 一定要做的事情 眼看这个 代价是吃让高丸缩小的牛肉吗 是 对 没错 代价是你得买我的东西吗 所以我让你们台湾人来我这边 来你们高丸缩小 对 这不就是让台湾人 这个减少了这个雄性吗 你看就是 所以台湾人还没有办法了解 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 是怎么样 不是 这个里边我必须说 涉及到真实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这次学习明白了 这个你看是关于瘦肉精的 这个含量的这个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绝不可以 但是事实上 国际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 在一定含量以下 对人体 至少美国 就是说 没有检查出有什么科学证明 说有害 包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转基因 你看转基因 在很多国家 也是就完全合法了 但是中国呀 为要这个问题 我知道发生的争论非常激烈 我为什么说这个袁隆平 这次袁隆平说 转基因有两派 袁隆平提供的是什么 一个是反对派 一个是赞成派 他说我是中间派 他说呢 反对派 这个咱们就可以给人学习 学习 你知道 反对派说是什么 转基因 这种水稻 浓作物啊 抗病抗虫的功能 来自于 他有一种毒蛋白基因 那么虫子吃了 要死了 人吃了 怎么办 好 但是呢 这个 袁隆平说啊 赞成派理由 也站得住脚 赞成派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昆虫的死亡啊 就吃了这种毒蛋白基因啊 昆虫死亡的原理 是气孔 闭塞 是 可能这种蛋白 昆虫的气孔 闭塞而死 跟人的这个消化道 中毒 没有关系 什么关系 你看 杨隆平 多么有献身精神 他说 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 来亲自做这个实验 但是问题是 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 他说 转基因对性能力 和遗传性的影响 是需要实验证明的 如果有年轻人 自愿做实验 吃两年以上 不影响生育 和下一代的健康 才叫安全 可是我也是 咱们先为袁龙平打个警告 千千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台湾人 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比美国人细腻 今天是美国比较特别 很多我们常常 就很多东西 会拿美国当标准 就说美国这个 都觉得没问题 我们要理解 美国这个国家 它在食物上面的 很多的标准 放的是比很多 别的国家还宽 比欧洲宽 有些甚至 比如说 受误金的例子 比中国也宽 这是什么理由呢 因为美国是个农产大国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美国是什么 现代工业国家 它的农业生产 是很重要的 而且在全球里面 都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粗糙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里面 它的农业势力 非常庞大 这个农业 它是工业化的农业 它背后牵涉 一连串的食品加工 药行 各种各样的 种子农药产业 这一卖产业 在美国是非常大的势力 他们在国会 有很大的游说团 那么在这个团体的 节制之下 它的整个利益 被捆绑起来 所以它很多 标准会放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